索朗多杰,泥木县藏文书法泥赤体的非移代表性传承人。 燃起竹马木释放的浓烟,是制作藏木最主要的原料。 在松烟灰中加入羊或牛的脑髓,可以增加墨汁的粘稠和光泽。 这样做成的墨,刷在原色藏泥纸上作为底色。 处理后的纸张油性大,颜色光亮耐热,并且不易粘连。 多年来,苏朗多杰一直保持着自己制作笔、墨、纸的习惯。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决定能否写好一幅藏文传统书法作品的关键。 苏朗多杰写藏文书法已经有二十多年,在当地有了名气。 最近拉萨的瑟拉寺,请他为周年庆典书写经文。 写这样一页纸所消耗的金箔达两克之多。 在漫长的书写时光中,几时剩百页的藏文经书, 运笔刚柔相近,字形,装重颜。 在评论前,我会让你向印象攻击出现在, 规定吧。 更加进取评论资讯都是令人的坚指。 明智博扔中,��在评论, 以我公园都设论资论的关键中, 在评论资论资论会, 但在我们组织的一线是效果那些是因为我们组织的因素 所以我们组织的 当我们组织的因为我们组织的这么多的 从来就行出和 释得到,我们组织的结析 我们组织的一切种源头了 我们组织又织的有些信仰 我们组织的因素 如果我们组织的本人 经过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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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我们组织的发展来 敬请知四周 我们组织的月织的发展 藏文书法属于硬笔书法 用笔选用质地坚韧的竹子 将其风干后削制成圆竹笔或三棱竹笔 藏文书法在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断传承与创新中 形成了八大书法体系 尼赤体是尼姆特有的一种藏文书法 据说书法家穷不欲赤参照绘制坛成的坐标原理 规定了乌金体每个笔画的位置走向及长度 并一一定名 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字体 被称之为穷赤 即穷不欲赤之书法 后来穷赤分出尼赤派系 盛行于现在的尼姆地区 之后成为书写经书最常见的字体 刘米娜 小冉冬孔,小冉冉冬孔 小冉冬孔,小冉冬孔 宣祗堰冬孔 就是给天国 一根线不就这样 索朗多杰不仅是尼赤体书法 分移代表性传承人 还兼任尼木县中学的书法老师 他希望把藏文书法 普及和传承给下一代 书法课上 孩子们学习这门古老的书法艺术 也从老师笔下 感受藏文书法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独特神韵 索朗多杰的三儿子德赛也在其中 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 索朗多杰寄托了特殊的情感 我认识了特殊的情感 我认识了特殊的情感 这些东西都不得了 这些东西都不得了 传统藏文书法 要先在习字板上书写练习 达到一定书写功底之后 才可以在藏纸上书写 三儿子德赛 从小耳濡目染 枯燥重复的练习 德赛却很喜欢 这些东西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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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这些东西都不得了 更好 文献修复中心 正在扫描的 是德格印经院 刁版刊印的 朱砂版经书 干猪尔 这是记录 古代文明传承的 极其珍贵的典籍 2018年 数字化项目启动以来 古籍文献修复中心组织专家 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 选出有研究价值 受大众认可的典籍 进行数字化采集 让更多学者专家和普通读者 能够在互联网上随时阅读学习 让这些尘封的古籍资料 有效利用和共享 尼牧县城 此人多杰 在政府的支持下 引进狼独草人工种植技术 和两个儿子 开办了藏泥纸加工厂 创立雪拉藏纸品牌 千年历史的藏泥纸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卢巴湖畔 戈马曲扎 带头成立了藏文书法雕刻 传承合作社 开发旅游产品 成为农牧民致富带头人 布达拉宫经书库内 编巴洛桑 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碌着 尘封的古籍 等待着后人的开启 大昭四金顶 日常的维护工作 还在进行 拉萨市城关区 古艺建筑美术公司的工匠团队 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这些充满创造力的文化遗产 凝聚着各族人民数千年的智慧 融会着各民族文化的精粹 世代传承 绵延不息 在殿堂之上 在街巷之中 在匠人们的手指间 这些古老手工技艺 赋予人们的物质 与精神财富